来 许总 我真的觉得 她什么都做错了 这场爱情 从细节到整体 从方式 到你的状态 都是错的 也许我这么说 你更委屈了 我这么付出 怎么都错了 你仔细想想 你喜欢她什么 你今天从头到尾上来 我都没有听到 你说一件 你喜欢她的地方 你就喜欢她 不喜欢你是吗 我喜欢 你就喜欢她 不喜欢你 你希望通过 你的努力 让她变得喜欢你 这就是你喜欢 整个的过程 仔细想想 你根本在这场 所谓的爱情里 没有体会过爱 温暖 体会的就是 对你的冷漠 不采 你为什么坚持了三年 你就希望她有一天 因为你努力了 而变成了你所 想要的那个 男朋友的样子 我希望你赶紧 清醒起来 去告诉自己 我需要的是一个 真正自己喜欢 欣赏的男孩子 而不是这样一个 让你沉溺其中 想要征服的男人 好不好 放过自己 这叫放过自己 男生我觉得 你可以不爱他 但是你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你今天站在这儿 你还不如他 他至少还有激情 我受伤了 我难过 你整个就是个麻木的状态 咱能不能对生活有点热情 对爱情有点憧憬 对生活有点希望啊 你不喜欢他 你就换一个 别折磨他 折磨自己啊 你换一个能点燃你热情的 让你愿意每天 给他打个电话的 让你跪手在楼下 给他送一份他想要的饭 我相信你会做 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那你就告别这段感情 去开始一段 真正让你燃烧的 愿意为对方付出的爱情 不要将错就错 错上加错 好不好 好 去选择对的路 找对的人 过对的生活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女生主动其实没什么 现在谈恋爱 讲男女平等话 所以谁主动 谁被动 这件事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恋爱这件事情是 彼此倾心 互相仰慕 但我看来 千万不能把恋爱 当成一场征服 这个世界上最难征服的 其实就是人心 她的心不在 你永远征服不了 所以姑娘 我觉得到放手的时候 就放手了 我必须得说你一句 即使在我们那样一个时代 一个女生这么对我们 我们也应该很清楚 她是爱上我 你有点装你知道吗 女生那些心意你不懂啊 你这个有点太欺负 就是一个小朋友 年轻是理由 不懂只是借口 到底爱不爱你要弄清楚 不爱你就放手 女生你自己看什么办啊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我承认我是很多时候 都注意不到这些东西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我可能做了很多 对不起你的事 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原谅我 如果你还能原谅我 我待会儿会走出来等你 我是一个特别在乎细节的人 但是我在我们这段感情中 我找不到我想要的安全感 我所有想要证明的 都是你爱我 但是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在主动 我觉得我有一点太过于卑微了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尊严了 所以 谢谢两位 请回 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式的样子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